《網吧模擬器2》 號稱是一款極其全面和細緻的網吧經營模擬遊戲 好傢伙 今天我倒要看看有多麼細緻啊 按照慣例 我們要給網吧起個名字 哎就叫洗飯樂園 在遊戲中 我們首先會從一個裝飾豪華的家裡醒來 坐上樓道裡發著陽顛風的電梯下樓 在踏上網吧老闆之旅之前 我們先觀察一下這一代的遊戲角色 和上一代比起來 二代的路人個個都有騎行者的潛力 有猛男喜歡光跳畫著之下在別人胯下撫摸車 有女主播喜歡大廳廣播之下在褲串裡跳熱舞 有金方綠皮喜歡西裝筆挺在街角做蹲服 有大號嬰兒喜歡擴持天性寶寶搖頭喉 還有一種蒙面人 臉上畫著插胸前綁著炸彈走路支持像網吧 一看就不是什麼好人 人人網吧 這裡和一代差不多 是一個垃圾場不一樣的車庫 雖然破破爛爛 但根據一代的經驗 應該很快就能從小車庫變成大碗咖 先給地面做一次深度保階 然後網購一套便宜外設和電腦 裝機 裝機的時候我發現了和一代的區別 顯示器和椅子不能反著放了 鼠標鍵盤也不能扔在地上 會顯示無法連接 該不會是遊戲製作者看到我的視頻針對我吧 裝好了電腦 還要去批准客戶的上網請求 我巡視著上一代不是坐下就開始玩了嗎 我們來觀察一下第一位客戶的喜帕 他正在網頁上看視頻 哦他站起來了 他走出了我們的網吧 剩了這麼幾分鐘網能收幾塊錢 不交錢就想爬 我看你他們是想白嫖我啊 該老子把網費交出來 什麼玩意兒路人為什麼在幫著他打我 哎 跟你們沒關係啊 這個人欠我網費不還啊 我是萬萬沒想到此地人民素質極高 平均兩個上網的人就有兩個不給網費就跑 欺負老子上癮是吧 這次只有你一個人我看看你怎麼來賬 哈哈哈哈哈哈 這網報我是一天都開不下去了 這些上網的人不給錢還要打啊 老闆關鍵我還打不過他們 哎哎哎卧槽 你這次要給我錢嗎 終於有人給錢了我太感動了 可能大部分的人上網還是會給錢的嘛 雖然現在網報的評價還不太好 但是總有一天 W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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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上一代的小偷就會當著我的面偷東西 只有一代更狠 直接從顧客屁股底下偷椅子 椅子被偷著客戶還不反抗 直接跑出去就是一個免費生娃 還有之前遇到的男一人 居然是個恐怖分子 我這屁打點的破網吧也不放過 還給我把東西全炸翻了 再看一下網吧評論 體溫過低 是體驗艾斯基魔人生活的好地方 玩不到遊戲 還有病毒感染 這網吧老子開不下去了 開了半天 給錢的人沒幾個 小偷和自暴卡車都是常客 我就一個小破車庫和一台破店了 後年碼油才能開上真正的網吧 不行啊 我得想個辦法 沒錢怎麼開網吧 我這就請風靈願影上香吃我十萬道錢 哦 風靈願影上香不支持這個網吧模擬器 沒關係 我還有秘密武器威貌都上將 甚至果然靠譜 這才發售了幾天的遊戲 就已經推出了修改器 哈哈哈哈 我馬上就能當上大網咖老闆了 你一馬這連頭修改器都要會員了 看來我只有出裝終極武器C修改器了 這個修改器用起來麻煩 但是只要能搜索到這個金幣數量 就可以直接把它挑成 夾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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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日難想去 我拋棄了修改器方案 準備依靠群眾的力量 就比如評論這位老哥說的 什麽都別幹 直接去開箱子 點第一排第二個 好我們就用這最後的123塊去搏一搏 第一排第二個 可以啊成本九十九 這一發就翻了四倍 第二發 綠色110可以接受 第三發 擺上事實有點差 哈哈 這開箱當毒狗 多是一件美事啊 放棄了這些歪媒寫道 我最後還是發現了發家致富的秘訣 沒錯 就是開遊戲天 虛假的網吧 只有一臺垃圾電腦 需要把外設機器和顯示器擺得整整齊齊 顧客上網還要批准 上網不給錢還要反手打死老闆 打死老闆還要打岔屏 小偷會進來偷東西 恐怖分子會把擺好的電腦炸亂 真正的網吧 一排復古的階級遊戲廳 擺一下就能用不需要外設 顧客進門就能玩 先給錢才能開機 根本沒有評價信討 階級非常重小偷 根本不可能偷得走 恐怖分子也無可奈何 炸了一樣用 哈哈 而且那些上網的顧客差評也是千奇百怪 有的閒這裡操 有的閒這裡懶 還有的說差評的人吃屎 哈哈 確實 用遊戲廳賺夠了錢 我終於能體驗一把網客老闆的滋味 顧上了廚師和服務員給顧客上吃的 門外有吉祥烏拉隆克爾 有比恐怖分子還像恐怖分子的 幫我解決恐怖分子 還有保鏢專門賺收那些不交錢就跑得客人 一樓的遊戲廳都是最好的階級 二樓不光有高配電腦 還有主機區和VR可以暢玩 當然價格也是十分良心 就是這個打掃衛生的掃地機器人 前天隔著給我卡BUG偷懶 往到這個地步賺到的錢在遊戲裡根本就花不完 開網吧已經失去了樂趣 但在這個小鎮 還有一位勢外高人 就是這個走路東倒西歪的乞丐 在遊戲的第一天 他就要你給他一百美元 這樣在角落裡的黑點老闆才會賣給你挖礦顯卡 用於賺錢 後面幾天會越來越過分 要你幫他打人 要你給他帶武器 到最後一天 他居然要我給他一千五百美元買誰死炸藥 然後在小鎮上的另一家網吧就 純怒人 這就是乞丐嗎 我們再來看看那家被炸掉的同行網吧 畫面就一個不忍直視視若網文聞所未聞 看這位兄弟 人都涼了 嘴裡的眼頭還不肯吸命 這說明什麼 說明吸眼有害健康啊 其實到這裡 遊戲的主線也到頭了 內容基本體驗完畢 我發現這網吧摩尼奇2 根本就是個換皮遊戲嘛 他在一代的基礎上 把自家公司的其他遊戲縫了個邊 主播摩尼奇裡挖礦 玩遊戲 假的是摩尼奇裡的滿地大便 實際內容並沒有增加 還是老一套的開局刷錢 開不開網吧根本沒區別 這也是這家知識蛋糕工作室遊戲的通幣 基本都是刷錢摩尼奇 刷完錢只要買買買就可以了 這網吧摩尼奇2的 整個小鎮就只有四條街圍成的一個圈 除了特殊角色外 路人各個都上網 他們還特別喜歡健身運動 經常在網吧裡打完結局 一言不合就原地健身 你說你健身就健身 能不能把頭從我家裡的牆裡拔出來 在整個實體網平台上 像這樣的遊戲公司還有很多家 他們的遊戲大部分同質化嚴重 幾代遊戲都是一樣的系統 互相套用建模 設定好人物動作 然後拿一個臘眼鏡的作品 這些遊戲玩起來不能說爛 只能說像82年的冰紅茶一樣令人陶醉 但如果縱向對比之稱 大部分工作室的遊戲在一坨屎的基礎上 既然還有在慢慢提升 就比如這家知識蛋糕工作室 前面的幾個遊戲壓根沒法玩 而最近出的這些遊戲已經漸漸成型 走上了花式沙雕莫里奇的路子 在網咖2的商店頁面 能看到這家公司還有兩個莫里奇在製作當中 這些遊戲談不上有多好玩 更談不上優秀 等著茶餘飯後給玩家們帶來一絲沙嬌的歡樂氣息 便已經足夠精彩